网络跟科技让我们生活无远伏界 但你知道吗 它可能让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更加遥远 而这对Z世代的人来说可能就更加有感 因为所谓的Z世代是指1990年代中期 一直到2010年代初期出生的这些人 而他们是第一代从小就接触到网络以及数位装置的人 一出生就有各种的数位电子产品围绕 但是由美国最近的调查就显示 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 他们科技加上社群的媒体让他们感觉到更加孤单 也是所有世代当中最高的 而美国的公共卫生局长Mercy 他也就表示了过度的依赖科技 反而可能减少人跟人之间面对面互动的机会 反而加深了孤独感影响到了健康 而耶鲁大学也针对了青少年做出相关研究 12到15岁的青少年研究就指出 每天使用社群媒体超过三个小时 他出现忧郁以及焦虑等等症状的风险 是一般人的两倍这么高 而很多人也因此跟现实生活来脱节了 像是2023年下半年之后 历世代在社群媒体上 例如抖音上掀起了一波叫做Bed Routing的蜂巢 这蜂巢白话文的翻译叫做在床上腐烂的意思 它听起来有点可怕 但其实是指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 他只会滑滑手机 追追剧以及吃零食 并且抗拒所有的生产力的行为 但医师就指出了像是这样长期卧床避免社交 所以会增加社会的孤立性 也会让焦虑以及忧郁的情况更加恶化 建议不要长期的在密闭空间 不要赖在床上 那如果无法入睡超过20分钟的话 请你立刻离开你的床 并且多多跟真的人互动 但就有社会观察家就表示了 经济可能也是影响的关键之一 以中国为例 外美就曾经报道了 近期它的经济非常的低迷 也让Z世代的人开始提倡所谓的吝啬经济 根据最新的统计 中国三月份的全国失业率达到5.2% 而当中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的劳动力 失业率更高达15.3% 对比之下几乎是全国统计的快要三倍了 让Z世代的人难以适应他们的生活 还有当地人就分享了 现在很流行所谓的穷鬼套餐 也就是例如像是素食餐厅推出的 铜板价的套餐等等 那有人就换算了一餐的餐费 大约落在62元的新台币左右 而一天的花费也控制在450元以下 那旧学者就示警了 这警报声响起了 因为很多年轻人一向是重要的消费族群 那如今整个市场萎缩 也直接影响到了消费市场的复苏力道 更担心这样的情况 中国不会是个案 影响也可能跟网络一样 没有国界之分 以上资讯提供给您 哈喽我是张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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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